客官 这边请 里边请 客官 吃点什么 吃过了 来壶茶吧 是 我家大爷让你来壶茶 你们听见吗 是 十两银子 先付钱吧 一壶茶十两银子 你们卖的是什么茶 大爷 我们日月星啊 开了也不止一年两年了 都是这个价 我问你 卖的是什么茶 什么茶都是这个价 您老没看见对面就是严格佬的府邸吗 京里的尚书侍郎亲外的总督巡抚来这里 也都是这个价 那要是比尚书侍郎总督巡抚还大呢 也这个价吗 那除非是严格老了 可他老人家也不会来这里饮茶呀 那要是比严嵩还大呢 大 大爷也是宫里来的 就这个价 来壶茶 既是宫里来的 本店有繁利 一文不收 请稍候 回来 你刚才说也是宫里来的 是什么意思 大人有所不知 但是那边包房里也是宫里来的公公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是一起的 却各有各的差事 别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在这里 是 是 是 立刻回去告诉王妃 就说宫里也派人来这里 看严府的动静 明白 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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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呢 快一点 咱这边放这 好 好 放好 还有这边 这个放哪 放这边来吧 放这儿 你们这些奴才 我来看爹竟也敢梳理骨肉 再不开门 一个个杀了你们 唯大爷的话 阁老友吩咐 今天不见任何人 传我的话 如果他不要百年送终的人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断了他的根 这 这 这 真喝 这喝 採门 对 对 把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来 来 告诉他 我不要送终的人 是 到内阁之房找学界 快快快 起教起教 来 去西元 快一点 停掉 快快快 快跟着 你 石公公到底怎么回事 六部九卿压着两经一十三省 这么多公事居然没人管了 大明朝是不是把内阁都给废了 小哥老听谁说把内阁给废了 谁敢把内阁给废了 首府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人 倒让一个次府把家搬进了内阁职房 现在次里见又不让百官进内阁 这各部的公文还要不要票你 这到底是怎么了 皇上知不知道 小哥老 你虽然已经不在内阁 我还尊称你一声小哥老 这些话似乎不应该是你问的 咱家也不会回答你 我是出阁了 但一个吏部一个公部我还奸着差事 误了百官的事 误了给皇上修公冠的事 谁来担责 这么说就对了吗 有公事说公事 既然小哥老问到这儿了 咱家也就一并告诉诸位 内阁司礼建已经商议过了 从即日起 各部的公文一律在这里交了 我们会送进去 该票你的内阁会票你 该批红的 司礼建会批红 至于各部官员 一律在此等候 来人 把颜大人还有高大人张大人各部的公文挨赐收了 是 各位大人有公文的请交吧 各位大人有公文的请交吧 石公公适才的话颜某没听明白 是不是从今日起 六部九卿所有的事情 都由他徐杰一个人说了算 小哥老 我刚才已经说了 除了公事 其他的话 咱家一律不会回答 收公文 不愿意交的让他们拿着 先收愿意交的 交了公文的就没你们的事了 都先回去 明儿来取回 前面 曾经 什么 都被识订了 最后 在这边 我怎么想要 我怎么想要 有可能 有可能 在这边 我们跟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应该到内阁面议呀 你们都商量好的事情还来问我 我也回石公公一句话 玩猫你的话我不回答 我倒想看看你们玩什么把戏 来人 立即带领张大人到内阁职房见徐哥老 是 户部的公文 就拜托了 张大人 请随我来 军国大事谁敢玩猫腻 等皇上砍头便是 回府 不交了 吏部 公部还有你们通政使司 和盐武司的公文都带回去 走 我倒想看看 谁能一手把大明朝的天给遮了 军国大事 赵部教都请便 属下见过阁老 农进来吧 哥老 这是八百里基地 今早发到兵部的 一份是浙江抗窝军情急报 另一份是宣府发来的 抵御安达进犯的军情急报 先说浙江抗窝的军情吧 自五月窝寇县陶主 湖宗献命七级光部 在台州一带已经跟窝寇打了七仗 这七仗打得很苦 打得也很好 现在窝寇已经退到了海上的窝巢 胡宗献分析 近日内窝寇将会集聚兵力 再犯台州 胡宗献奏报 眼下最要紧的是临近省份的客军 必须在十日内赶到浙江沿海 在几个要塞城池牵制倭寇 他才好部署七级光部 在台州与倭寇主力决战 赵守池牵制 倭寇纪报 海维网永继已审出正比昌何茂财 受严士帆阳锦水之使 毁地烟田勾结倭寇刑形势 今日之变是否与此有关 江西福建山东的军力十日内 能否到达 回阁老 江西派了一个镇五千人 山东也派了一个镇五千人 福建回奏 因为他们担心倭寇在浙江一战之后 会转攻他们 所以无兵力可派 眼下的急务是浙江军营和克军 都急需军需粮草 仗在浙江打 军需粮草照理要浙江攻击 赵真吉那里是怎么承报的 回阁老 赵真吉左之右处也是很难 浙江翻库空虚 他们只好将灰商收买沈一时作坊的 五十万银两先冲作军饷 军情如火 杯水车薪 当务之急是否命浙江 立刻超莫郑碧昌和茂财的家产 以解为局 赵真吉手术两端令人不解 道人再此一举 他为何将海瑞沈郑碧昌和茂财 共词做另爱成帝 既不可失 时不再来 当务之急必须将海瑞沈郑碧昌和茂财的共词 称子皇上 一个郑碧昌一个和茂财 所贪莫的赃财 也未必能解得了危局 赵真吉的难处比你我想的还要大呀 哥老 既然郑碧昌和茂财 所贪莫的赃财不能挽危局而灭贼敌 那朝廷更应该命赵真吉去抄莫其他贪莫官员的财产 大明的安危寄于东南 打好这一仗 上解军忧 下解民难 哥老 天下之望这副重担 大家都期望您挑着 重担要大家来挑 你们兵部也可以给赵真吉去顾 那兵部可不可以说是奉了内阁的指令下的公文 可以 那属下告退 如果有些与你都没有行 你真的看到了 你都没有听见 我会想到你 那是吧 你都不会有点 我懂我 你都不会有点 你都不会有点 你找我 你们想到你 你都不会有点 你都不会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还有个伊祖宗 这个伊祖宗是谁 说来听听 奴婢不知道谁是伊祖宗 那只知道有个老祖宗是不是 奴婢 兵 兵祖宗 奴婢刚才可什么也没说呀 什么也没说 就什么还都能说 去 把外边当值的 都给我叫进来 是 兵祖宗 奴婢把奴婢们都叫来了 你过来 咱家看看你的衣衫 一衫 咱家说了 就要看看你的衣衫 你看看 都脏成什么样了 这都是奴婢早上新换的 咱家没有看出来 亏你还有脸在私里见当着 来 蒙你叫了我生二祖宗 我成全你 换一局那儿的水好 你就到那儿洗衣服去吧 你不愿意去 宫里二十四衙门 私里见当差 是要修几辈子才有的福分 这里最小的太监 出去也见官大三级 一生二祖宗 此人便发到了 最苦意的换一局 这个下马威 立刻将传遍大内 你过来 咱家也看看你的衣衫 不用 我就看看你胸口的那块脖子 你是怎么混的才是个七品 去找你们的头说我说的 明天叫他给你换块五品的补字 从明儿起你就是五品了 谢 谢祖宗的上 谢老祖宗上 刚才说了不算数 再降一计换块六品的脖子 好 从今天起 宫里没有什么老祖宗 谁要是再叫老祖宗 就到吉壤教去 你们都听到了吗 回祖宗都听到了 在这里 不需要你们有什么能耐 懂规矩就是最大的能耐 从明天起 你们每个人都换块补子 都升一级 谢祖宗上 没听见 谢祖宗上 甭贵了 有心为善一律加赏 无心之过虽过不乏 你刚才那个老字虽然加得不妥 担心还是好的 内阁之房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情形 回祖宗 一切照祖宗的吩咐 各部都没让进来 只有张居正去见了徐阁老 严世帆没有闹腾吗 回祖宗 他且闹腾呢 不过按祖宗的吩咐 石公公在那守着 他还敢闹腾到咱们私里箭头上去 张居正走了没有 回祖宗 他刚走 现在内阁当职房只有徐阁老一人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的贴身随从 带上公文跟我走 去内阁 今晚我陪徐阁老披红 是 对 总统好 不不不 看看这一趟 在这儿 对 好了 快送过去 世帆 世帆 我 器 你看 这儿 错了 像宋版的那一套 宋版的 快快 坐转 要忽辱这手抄的那套 快点 过来吧 你来拿灯 我来找 airport 算了 去 把你们大爷交来 哥老是不是说 叫小人们去把小阁老请来 哥老 你老人家白天可是吩咐过 这半个月谁也不见 尤其不能让小阁老进府啊 可有人他就是不受规矩呀 许杰 今天下午不就在内阁 见了张居正吗 是 下人这就去请小阁了 陈公公 西哥老 这如何使得如何使得 西哥老 不管怎么说 我都比阁老晚一杯 往后只要阁老在那个当值 我都过这儿来批红 请慢 陈公公应该看看内阁的票 要求你是否妥当 然后批红 皇上都信得过阁老 我当然也信得过 不管妥不妥当 有担子我和阁老一起担着就是 陈公公 这不合体制 以往内阁 严格老你的票 吕公公都是会同私立见 各位丙比的公公共同和审 这陈公公也是知道的 这样批红万万不妥 要不我一份一份地来念 陈公公听完以后 该批红再批红 徐国老 严格老你的票 吕公公是每次都叫我们几个 一同和审 徐国老知道 哪一次吕公公也没有改过 严格老的票呢 他们那都是才做过场 皇上 现在将内阁交给了徐格老 将私立见交给了砸家 咱们就不来那些虚的 共事欲君 对主子讲的是个中字 对彼此讲的是一个信字 我是打心眼里信得过格老 要不下午上在门口 怎么会挡着严实藩 只让张军正进来呢 徐某深谢陈公公信任 可朝廷的体制 万不能以私相信任而取代 何况徐某现在只是赐福 只不过因严格老养病 赞老 眼下这个局势 格老还认为自己只是赞数吗 皇上朝廷 并没有要调整内阁的任何旨意 徐某当然只是赞数内阁事物 修可拉有句话大概听过吧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圣旧人 今日徐某重读韩昌离 记十二郎闻 韩宫有云哪 吾自今年来 苍苍者或画而为白 动摇也 动摇者或托而落矣 毛血日已衰 智气日已违 几何不从 如而死也 徐某已六十犹无矣 虽不似韩玉当年之 齿落毛衰 可言也昏了耳也背了 刚才竟一阵耳鸣 现在还是一片嗡嗡之声 陈公公刚才两句话 老夫一个字也没听见 望公公见谅 还望公公不要再说了 他想看 他想奉快 他也想不信 怎么没听 你奉快 想不信 你欠新人 接着 人家 你欠已 这一位 来 这些管 这把我的难够 那些管 你 令家 更立不平 哪 盛灯准备厕旨 老夫出宫 你怎么了 徐阁老前 请留步 黄姑娘 这四句诗打的是四个字 皇上在等阁老将谜底呈上去呢 就写在御间下面吧 我记得了 你怎么回事 我给你帮我 你帮我去的 你帮我出门 我看你帮我出门 你帮我出门 你帮我出门 我帮我出门 爹 爹 我来吧 我来吧 不忙吧 先擦把脸喝口茶 爹 我不累 一会就搬完了 那下寒昌寒昌离籍帮我找出来 刚才还看见呢 爹 在这儿 你现在要吗 把那个那一卷 记十二郎文那卷找出来 是 我不看了 你给我念吧 就念五字七年来那六句话吧 五字七年来 我来 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 动摇者或托而落矣 毛血日已衰 稚气日已微 己何不从辱而死也 知道爹 为什么让你念这段吗 无非还是在责怪儿子罢了 爹是老了 但儿子也没想在你老这个年岁 跟您招风惹雨 二十多年了 我们杀的人 关的人 爸的人那么多 不 爹想早点安度晚年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儿子要不在前面给你顶着 还有谁能替爹在前面顶着 就凭你们几个人 到西苑进门去闹 那也叫在前面替我顶住了 你爹也就一天不在那阁 你和罗隆文 眼冒情就没有一个人 能进得了西苑那道门 张居正就进去了 就能够和徐杰策划于秘识 传令于天下 那天我要是真死了 你们不用说到西苑去闹 坐在家里 人家也能一道令把你们都抓了 今天的事爹在家里 都知道了 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 我还是首府 是大明朝二十年的首府 二十年我治了那么多人 朝去的事我敢不知道吗 老虎吃了人还能打个盹 你爹我敢打这个盹吗 爹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爹知道吗 我刚才问你的话 你还没回答我 知道爹为什么要让你念那段 那我就告诉你 那我就告诉你 这几句话 是在半个时辰前 徐杰在内阁对陈洪说的 徐杰的意思是说爹老了 要和陈洪一起把爹扳倒 他还不敢 他也没这个能耐 陈洪是想占旅方的位子 他徐杰现在还没这个胆量 就是让他做 他也做不完 知道为什么吗 皇上还离不开爹 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二十年了 你爹不光是杀人 治人 霸人 也会用人 过苦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 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 给皇上过不去的 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只要用对了人 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这几年我把用人的权利都交给了你 你都用那些什么人呢 正毕章 何茂财 昨夜浙江八百里基地送来了他们的口供 他们都把你卖了你知不知道 这两个狗似的 上班 我立刻叫人上班 我要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你怎么上本上谁的本 杀了他们杀不杀你 去 坐到书岸前去 拿起笔 我说你写 如真人雄台阶 爹是让我给胡宗宪写信 不是写信 而是写情 还有赔罪 爹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这么信他 这今年的改道为丧 要不是他从中作刚 这后来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 儿子不知道还要谢他什么情 还要跟他赔什么罪 回敌烟田做了天涅 要不是他九个县都烟了 几十万人都死了 查下来有多少人头落地 他意间把担子都淡了 这个情不该谢吧 你们几个还罢了人家的浙江巡抚 还不让他见我 让个郑碧昌和貌才闹他 还弄出个什么通窝的大事 人家暗中都给平息了 这个罪该不该赔 拿出你写青词的那些小本事 就说自己糊涂 用错了人 只要他看在我已经老了 请他务必做好一件事 什么事 杨金水就要押解到京市 让他一定在这半个月以内 打好几仗 稳住东南大局 这些事不说他也会做 听了 打好了这几仗就休整 我可不能不交 不能拳交 这才是要紧的话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 东南也不可一日无虎辱珍 我可在 辱珍就在 我可在 辱珍就在 辱珍在 就没有人能搬到我们 天下 俄 hogy 乱珍 阿玉 感谢观看